接著我們就來繼續看下去 連文淵昨天的這場記者會裡面 有很多意在言外的話 譬如說他的開場白裡面就點名 你們大家都說我是扁家的帳房 這真的是害了我 他說我不是帳房 我也不保管錢 我也不募款 我只做預算的控管 我不是帳房 我是在2000年的時候幫他做預算 控管預算 我也不負責募款 我也不負責管錢 我是做預算的控管 所以會計呢 預算控管跟出納是不一樣的 這個錢呢 每一次選舉的錢完全在 吳淑貞手中他自己控管 所以我只是管是否按照計畫支出 所以我碰不到錢的 我碰不到錢的 所以我一再強調我不是帳房 並且只有在2000年的這一次 這一次呢 我是做這個 2004年的時候 因為我人已經在中鋼 所以我也就沒有擔任這個工作 那我是第一個 幫他們做選舉的預算的邊緣 因為過去在選舉只有決定 好 好